所以你看我们养生,屁股这件事,就断食,断食的这件事啊,我们一个月就六天,十天,这样就好了,没有叫你天天,一年最多三长月,就一个月都断食,顶多三个月,没有叫你年复一年,日复一日, 并没有这样讲,你知道这为什么吗,这养生嘛,只是叫你少吃,每天吃两餐就好,每天两餐一定是早餐午餐,对不对,你早餐几点啊,早餐应该九点半到十点半,午餐应该是三点半到十点半,或者四点半到五点半都不要紧, 一天就定食这两次,其他不要吃,可是行吗,九点半到十点半你敢去吃,老板就叫你回家了,四点半到五点半,谁叫你四点半下班啊,那不行啊,所以整个社会啊,它的社会制度已经搞成这个样子, 你没有办法的,你要留意到,所以这个意识形态,你不要执着,你随顺世俗,这样就好,但是你知道啊,假如我可以的话,那我一天吃两餐就好,这样就好, 两餐不是说第二餐午餐一定要十二点前啊,不必如此啊,你到十二点前下班,哪有可能十二点以前偷吃,不可能, 所以你就十二点半开始吃到一点半就好了,十二点半到一点半之间,把第二餐给吃完, 那晚餐呢,能够不吃就不要吃,所以晚餐我们叫药食,没有说不能吃啊, 那叫药食,不得意你就吃嘛,有的血糖低的,不吃就苦不尊啊,那怎么办, 那你就吃嘛,当做药一样的吃,好,这个是讲身体的部分, 那我们修行啊,其实在修心,就修生命,生命要修, 因为我们生命拙了,第一个搞不清楚身体还是生命, 第二个在生命里,你都活在异世界里,都活在异世界里, 这个异世界啊,困扰着你,你用你的异世啊,去管制你的身体, 这个是很麻烦的,你就以为这是修行啊, 修行有时候日中一时啊,修行有时候傲死临栽啊, 那你就傲死临栽,日中一时就要修行啊,不是, 那是在管你的心,不是在管你的身, 你要记得啊,只要讲到修行,讲到持戒,都讲到你的心, 就讲到你的生命啊,持戒是生命在持戒,不是身体在持戒, 今天我们在修行的,之所以修行不能成功的原因, 是因为你的身体在修行,身体在持戒,不是你的生命在修行, 不是你的生命在持戒,你绝对不会成功, 你一定搞错, 因为我们会把生命处理好, 生命要处理好,你的身体必须先端正嘛, 把废弃杂质先除掉嘛, 那你的身体就很干净啊, 那个身体就可以永远的保存着, 我跟你讲, 只要不做人为的破坏, 它永远都存在, 除非地球毁了, 或者它不会毁, 你要留意啊, 这个观念你弄清楚, 身体是生命的载体, 你为了生命要修行, 身体一定要弄好, 那你不要误认为弄身体就是修行, 这个观念弄清楚啊, 身体是要弄好没错, 没弄好你生命就不能修了, 身体搞掉了你还怎么修, 所以搞身体是为了生命要运用, 目的不是把身体搞好就好, 这一点能不能弄清楚啊, 能搞清楚你就很有智慧了, 啊, 嗯,